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傻傻很单纯的 比较像一个二哈 我是乔菜侠 我没小时候见过面的 乔菜侠就是个大大咧咧的傻大姐 挺可爱的吧 也是敢爱敢恨的这么一个人 她对这个宋铁君的爱情也是够执着的 她一路从老家追到了这个城里来 她也算是那个年代农村女性的标杆了 天天空 我这次贴定的死传来 给那个陈琴呢 周杰 小彩霞呢 其实是个挺质朴的姑娘 又很简单 所以也好贴 你看看你 在家发誓的那是宋铁君 她夏依南又没发过誓 她又在陆百林的这个怂恿之下 她去针对夏依南 然后也散步谣言 看惯夏依南 加上有心人的挑拨 所以说被人利用了 那并不代表夏依南 对宋铁君没有非分之想啊 对吧 那指不定在背后 夏依南勾的宋铁君呢 周小柯 像一只比较冷傲的小猫 周小柯我觉得我这个嗓子 她坏她也不坏 她好她也没多好 我觉得她算是那种 特别酸的有文化的人吧 因为自己有点文化 就非要说 她跟我哥说他们要出国嘛 那我哥是觉得我学了一身本事 我要报效祖国 我要留下来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共济 他们俩其实是因为这个点离得婚嘛 你是铁了心不想去是吧 不去 就算我跟你离婚 你也不会改变主意是吗 因为她优秀 所以说她高傲 很高冷 然后又有文化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相对来说 就因为她的太理智 然后太自信了 很想成她家庭的这种悲剧 因为她的心高 所以说她出国 她完全不去替对方想想 也不尊重对方的意见 然后女儿 其实渐渐刚刚带出去 就算是父母分开了 她也可以给她一个证明的疏导 结果孩子回来得了抑郁症 我想跟淮海复婚 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 我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董香河特别像一只 纠战雀桥的豆菌鸟 一回来就想在这个家当老大 董香河呀 泼服中的战斗机嘛 攻击动力战斗机 当年在家里的时候 也是个婆妇 走了后呢不好回来 她还是个婆妇要抢孩子 如果一个女人连自己的孩子 都能自私到完全不管 为了非休自己的好日子 不想承担这份责任 我无法理解 因为我现在是孩子妈 老三他们这些年 一直照顾着东晴 他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我告诉你们 我的儿子不能给别人当儿子 当然 他再婆妇 他也是在这一家人的感动下 最后还是看到了 孩子这些年被大家教育得这么好 他也是妥协了 也是一个还挺缺爱的一个女人吧 因为这些年 过得也一直不是不愿好 东晴 我就踏踏实实交给你们了 如果我们一起做东晴的妈妈 好吗 妈